红楼梦第四十回 刘姥姥又来了 二进荣国府 这次没有马上就走 住下来了 贾母说好了 要带着她游大观园 并且要在园子里宴请她 这天一大早 李丸带着刘姥姥先进了园子 来到大观楼旁边的坠井阁下 干什么呢 招呼着小丝丫头婆子 从坠井阁上往下搬东西 准备宴会用的东西 还让刘姥姥上去看了看 哦原来这个坠井阁不是住人的 楼上是仓库平时锁着的 这个时候贾母一行人 也来到了大观楼下 显然这个地方是游园的集合点 问题来了 这大观楼在什么地方 所有的大观园图 以及石井的大观园 我们看一看啊 大观楼都放在正殿的后边 跟正殿是一组 也就是说 大观楼韩方阁坠井阁 这一组建筑是在整个大观园的最北部 也就是园子的最后边 那么开始游园吧 贾母带着刘姥的这一行人 先到了第一个地方 歇歇脚 还不是正式的景点 这个地方叫做沁方亭 第二个问题来了 沁方亭在什么地方 沁方亭 可是在一进园门口不远的 翠帐前边 就是沁方亭 我们看第17回 适财提对额 贾正带着宝玉 还有仲卿客 还有贾真 这些人过了翠帐之后 第一个去处 就是这个沁方亭 沁方两个字 还是贾宝玉给提的嘛 所以沁方亭 是离园门口最近的一个地方 那么园门口 是在整个园子的最南部 而大观楼 是在整个园子的最北部 为什么不在园门口集合 跑到园子的最后边集合呢 而且游园开始以后 第一个歇脚的地方 是沁方亭又来到了园门口 哎 这个路线是怎么制定的 还没开始游园 这已经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 这一行人折腾了一个来回了 有人可能要说 这个园子可能没多大吧 这个路不太远 所以在后边集合 再开始游园 也还说得过去 这个说法对吗 不对 我们知道第16回说得很清楚啊 修这个园子的时候 是占了宁国府的 汇方园的一部分 大部分都在荣国府的后面 荣国府北边 原来下人住的一带房子 进行拆去 往北又量了三里半大 三里半大 就算个正方形 它每一边也有五百多米 更何况这个园子 不可能是正方形啊 如果是长方形的话 从南到北 哎 恐怕得有一里多路 至少六七百米吧 这还是直线距离呀 那如果真走起来 园子里没有一个中央大湖 但是所有的路呢 都不是直的 或傍山 或寻水 那曲曲弯弯 哎 这总路程 不加一倍 大概也差不多 也就是说 一来一回 至少有一公里 有两里路 哎 这老太太这一行人 是怎么想的 礼完嘛 带着刘姥姥 要从楼上往下搬东西 这还说得过去 所以先到了大关楼 先到了最紧阁 开了楼上的锁 往下搬东西 老太太这一行人 把集合点 设在整个园子的 最北边 最后边 这是什么道理呢 咱们再接着往下看 老太太带着这一行人 从庆方亭离开以后 去的第一个景点 是肖像馆 哎 这是对的 因为前边咱们说过啊 中国人游园的习惯 是顺大街 从右手往左手游 那从庆方亭开始走 第一个去的地方 就是肖像馆 这是对的 离开肖像馆 这一行人 就在不远处上了船 去什么地方呢 去探春的秋爽斋 哎 第一顿饭就摆在秋爽斋 这也就是王熙凤 用鸽子弹戏弄 刘姥姥的这顿饭 吃完饭之后 离开秋爽斋 众人又从兴业主 载上了船 一路往北 过了港洞 就到了宝钗住的横吾苑 哎 这横吾苑在什么地方呢 横吾苑离正殿就很近了 出了横吾苑 走不远就是正殿啊 哎 这是怎么个游法啊 在最后集合 在大观楼集合 集合完了以后 一个景点也不由 先到了庆芳亭 哎 到了园子的最南边 从庆芳亭 到肖香馆 再到秋爽斋 再到横吾苑 又回到了集合的地点 这路线是怎么回事啊 这谁设计的路线啊 是王熙凤吗 不可能 王熙凤这个人这么聪明 少说有一万个性眼子 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这样的一个人 他大观园里又很熟 他整天打理大观园里姐妹们 包括贾宝玉的生活起居啊 他是大管家 园子里的事他都管着 所以园子各处 他都非常之熟 这路线一定不是他设计的 如果是他设计的这种集合法 这种游言法 老太太不把他骂死才怪 那么这个路线是老太太设计的吗 更不是 老太太还没糊涂到这个份上 你看看 他游言的时候说的多清楚啊 一路上 先到了肖乡馆 说肖乡馆这个地方啊 一片竹子 绿竹影中 并无桃花杏花 没有这些花扁缀 你看一片绿色当中 这个窗户的窗纱 应该换成软烟锣才好看 软烟锣的颜色是红的呀 一片绿色当中 窗纱是大红色的 非常好看 万绿丛中一点红嘛 再后来到了宝钗住的恒武院 老太太说 这地方太肃静了 应该添置些东西 重新布置啊 还有呢 第二顿饭设的什么地方呢 老太太要求 设在坠井阁下宽敞的地方 而且把一般 离乡院里 学习的小戏子 全部都叫来 让他们在偶乡械中排演 离吃饭的坠井阁不远 隔着水音更好听等等 可见老太太不糊涂啊 很清楚啊 这路线一定不是老太太设计的 有的红学家说了 都别争论了 都别疑惑了 这事啊 就是曹雪芹没写清楚 曹雪芹就是写小说 他在小说里写的大官员 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环境 不能太当真 小说加言 曹雪芹自己也没有把路线弄得很清楚 把这个责任推给曹雪芹了 说这路线是曹雪芹给定的 对吗 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咱们还是回到文本 仔细读一读原著 曹雪芹说过大官楼这组建筑一定是在正殿之后吗 一个字也没说 那么是谁把大官楼这组建筑 韩方坠井阁一起都放到了正殿的后边呢 这是所有的大官员图的画图者 以及实景大官员的建造者 把大官楼这组建筑放到了正殿的后边 咱们这么说 并不是要追究责任 而是要匡正就徒 让读者不至于在读书的时候糊里糊涂的 拿着这张大官员图 但是走不通 当然 在匡正就徒的同时 还曹雪芹一个清白 这个责任不在他身上 大官楼一组建筑 书中先后提到过几次 最早的一次是在第18回 袁非省亲的时候 袁非亲诺香管 给大官员各处提名 其中一组就是正楼约大官楼 东面飞楼约坠井阁 西面斜楼约寒方阁 交代位置了吗 没有 请注意 袁春在提写扁连的时候 先提写了正殿的一扁一连 这是第一组 再提写了大官员 宜洪院 萧香管 稻香村和横屋院 这是第二组 再提写了大官楼 坠井阁寒方阁 这是第三组 再提写了 辽丰宣偶香谢 紫灵州信业主 这是第四组 第五组 是四个字的匾额 十数个不一细说了 我们从袁春提写扁连的 这段文字当中 看出了两个有趣的信息 第一 第一 大官楼跟正殿不在一组 第二 大官楼跟后来三春住的地方 辽丰宣偶香谢 紫灵州 乡林 再看第四十回 李丸跟刘姥姥是最早进的园子 是在大官楼坠井阁下 看着丫头婆子小子 从楼上往下搬东西吗 贾母一行人来了 也是在这个地方集合的吗 这是油园的一个集合点 同回呢 贾母又吩咐 把这个第二顿大餐 设在坠井阁下的宽敞地方 还把离香院的一般小戏子 给叫来吗 说让他们在偶香蟹度取 这偶香蟹是设在池子当中 这池子的水不可能太宽 这属于一边吃饭 一边听戏 这在贾府叫做戏酒 是贾府的标配呀 如果隔得太远 甚至还隔着一个中央大湖 这可就不是堂会的规矩了 这关系就完全不对了 好 我们从第四十回油园 和第二顿饭局的描述当中 又得到了三个有趣的信息 第一个呢 是贾母带着这一行人 离开大关楼之后 所去的第一个歇脚的地方 是庆方亭 也就是说这庆方亭一定离大关楼不远 第二个呢 就是离开庆方亭到的第一个景点 是萧香馆 萧香馆离庆方亭很近 因为庆方亭嘛 一边是萧香馆 一边是余宏院 都离庆方亭不远啊 所以大关楼离萧香馆也很近 第三呢 这顿饭是设在大关楼一组建筑的 坠井阁下边的宽敞地方 隔着不宽的池水 就是偶香蟹 就是小戏子们唱戏的偶香蟹 因此大关楼这组建筑 离偶香蟹更近 综合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靠谱的结论了 大关楼和坠井阁 韩芳阁这组建筑 并不在遥远的正殿的后边 而是坐落在 一进圆门以后脆胀的后边 在庆方桥的旁边 在偶香蟹的对面 因为有正楼 约大关楼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大关楼坠井阁 韩芳阁这组建筑 应该位居大关园的中线 坐南朝北与正殿遥遥相对 这样一来 李完一大早 先带着刘姥姥进园子 来到大关楼坠井阁下班东西 接着贾母一行人 也到了大关楼下集合 然后带着众人开始游园 先到了庆方亭 再到了萧香馆 再一路行去 这个路线就完全走得通 完全合理了 还有一个旁证 第17回适财提对额 贾正带着一行人 从大关园的正门进来之后 穿过一袋翠障 看见的是什么呢 两边飞楼插空 雕蒙秀建 皆隐于山奥数秒之间 这是什么建筑 翠障的两边 是宜宏院和肖香馆 这两组建筑是当不起这八个字的 那么前边的庆方亭 更当不起这八个字 对面的偶像县 当然也当不起这八个字 飞楼插空 雕蒙秀建 就使我们想起了 正楼约大关楼 东面飞楼 约坠井阁 你看 这两处的飞楼 其实说的就是一个地方 就是大关楼 坠井阁 韩方阁 这一组建筑 只有这一组建筑 才当得起这八个字 飞楼插空 雕蒙秀建 好了 大关楼这一组建筑的位置 终于弄清楚了 曹雪芹错了吗 没错 错的是所有的大关园图 错的是上海和北京的两座石井的大关园 记得我在38年前的1984年年初的一个晚上 冬天天上下着雪 到了北京东城南猪肝胡同113号 周汝昌先生的住处 敲开门 急不可耐的跟周先生说了 我对大关楼这组建筑的一个新想法 新认识 周先生激动的频频以仗主地 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写篇文章 把大关楼这组建筑的事给说清楚 同时再把这个图给画下来 两天以后 接到周汝昌先生的一封长信 继续大关楼的话题 并且赠师无首 其中一首说 胸竹无窥 闻尽何 星光未爽 画方南 周郎一旦开柴色 功你书和倒百栏 可惜 那个时候 北京大关园 已经全面动工 来不及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